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 好的支持,南无阿弥陀佛,感谢您。 她感恩佛恩,又想到了母亲怀胎的辛苦,在她还没有出家之前,母亲就往生了,她担心,所以她入定了寻找,她看到了在恶鬼道,有一个肚子很大,脖子很小远远地走来,原来是自己的母亲,虽然是她的儿子,她也是贵求,尊者。 舅舅我,目尖连尊者赶快扶助她,你为什么会堕落在恶鬼中,因为我在世的时候,不知因果,我贪,我撑,我吃,我多杀生,所以我死后一直到现在,都是在恶鬼道,目尖连尊者她想到了自己有神勇之力,所以赶快带着饭与水给母亲。 母亲张开口要吃饭的时候,口中吐出来的火,把整拨的饭烧成了碳,目尖连尊者痛彻心里,再次地给了饭食,又烧成了碳,哪怕自己神通也无法救母。 到了佛陀的面前,唯有佛陀能救救我的母亲。佛陀就跟目尖连尊者说,你的母亲的业力重如虚弥山,要仰仗着很多的修行者才能帮助你的母亲。 所以节下安居,要节下的这个时刻,大家为你母亲祝福,但是您要为每一位有道行的人,奉上了你最虔诚的供养。 目尖连尊者就在7月15号这一天,设斋供养,虽然他是僧众的领导者,他就亲自捧着盆水,让人人洗个手,一一奉上了佳肴,就是供佛,供僧。 人人就是一念的虔诚,为他的母亲,祈祷,共鸣透彻恶鬼道,让同一天的受苦难人都解开了,都能解放了,叫做就道玄。 这样的民俗,在农历七月,都以为是不吉祥的月,错了,七月就是佛陀欢喜吉祥月,因为很多的修行者,在这个时候都是文法。 觉悟,佛陀最开心,欢喜的日子,所以信仰应该要正信,不能有迷信,一迷那就会容易,就是误入歧途。 看看我们现在,在七月的要普渡了,什么叫做普渡,救道玄就是普渡,但是不但不救道玄,造成多少生灵,要被人杀时,在路边买,买了,把两只脚绑住拎住,这叫做道玄。 您救他嘛,不是,各位,这不是叫做普渡,这叫做虐待,叫做残杀,想想看中原普渡,要造成多少残杀生灵的,这种的因好可怕,我们真正的普渡,为什么不普渡人生呢? 为什么不普渡众生呢?看看被盗吊住,悬挂着,一只只的动物生灵,您假如让他解放,让他再也不会惶恐,在七月,俗语说,七月半不知死活,到这个时候,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的安然自在,过他们的生灵物类的世界里,也就是让他安然度过一生, 他们安然度过一生,就是人类的安然的度过一生,总而言之,就道玄,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普渡,共鸣思义,真的您要普渡它,就是要连动物生灵,您都要普渡,您都要疼惜它,不忍心杀害它,所以我们应该人人要素食,心灵环保,大地环保, 保护大地,来就道玄,就道玄,这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,要推动,华人系统大部分到了,农历七月总是拜拜,普渡,为什么要普渡,其实都是来自于佛教的故事, 因为印度的气候很热,而且在夏天,虫,蛇等等,都会爬出来, 佛陀担心弟子们,打着赤脚走出了丛林,要到人群中去化缘,他担心脚底下会踏到了小生命,或者是被蚊虫钉伤,所以为了要都平安, 所以佛陀就在印度的夏天,就是农历的四月十五日开始,就是出家人都要聚集在一处,不需要到外面脱拨,化缘,所以这个时候, 就是让国王,大臣,还有在家居士,要共僧,共佛的人,他们来供养,让修行者安心修行,所以三个月的时间,农历四月十五,一直到农历的七月十五,叫做节下安居,这个时候有的人会静下来思考,我的生命从哪里来, 难免就会想到了父母,目尖连尊者就是其中之一,分享此视频,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,喜欢缠心频道,别忘记点点订阅和开启小铃铛,分享,期待您的留言与转发,阿弥陀佛,感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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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